加油 细细 少不了我 一个是我妈妈 一个是我婆婆 不过你们两个不能和平共处 我家里面中间真的 真的很痛苦 宝贝 跟这种不讲理的人 我们也没什么话可以说了 我告诉你 这个卤味汤没有你 我看你王竹花怎么办 走 我为什么需要再帮你送过来 不好意思 怎么办 不好意思 天笑 大头 我们两个婆婆已经经营过了十年 贪很多钱 那时候你也不存在 现在跟她呛声 怎么了 别上去 我们要吃公安汤 你当什么朋友 她打赛了 你当什么朋友 好好玩 我一会儿 她打赛了 多喜 无论 入口 老婆 姑娘 叶丽 应该是她 我去开门 嗯 雨柔 吴子翰 有你这样当老公了吗 雨柔 没你吗 爸 我来了 爹地 怕我骂他一下 姐这么好的女孩 再去他家吃了多少苦啊 你先回房间去 爹地来处理 爸 对不起 是我没把曼罗照顾好 你先去房间看看曼罗吧 待会儿我有话跟你说 是 谢谢爸 安柔 别哭了好吗 他们两个吵架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 你不要觉得是你的问题好不好 为什么 为什么 我不管 再努力 做再多 好像都是错的 你夹在两个妈妈中间真的是太难了 我好累哦 我好累哦 我太好累 我知道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 我不该让你一个人去面对妈妈的 都是我不好 好 不要哭了 好不好 对不起好不好不要哭了 没事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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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曼罗怎么样了 爸 我已经安抚好曼罗了 你先坐吧 谢谢爸 你的安法就是要曼罗冷气吞声 就是纵容你的母亲继续要求曼罗 才会导致今天的状况 爸对不起 我真的觉得很惭愧 我不喜欢道歉 那是最廉价的逃避方式 是 是 小汉 我跟你爸爸聊过了 但是我还是希望 能够再明确地跟你说一下 我不想去折块你的妈妈 我只要求你身为曼罗的丈夫 爸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你之前也告诉过我身为一个丈夫应有的责任 但是你做到了吗 曼罗今天在你们家所受的委屈 所有的责任都来自于你 就像我刚才说的 因为你的安抚 让你的母亲对曼罗予取予求 进而影响到她的工作权益 你身为人家丈夫的 怎么可以袖手旁观 看着这件事情发生 爸 我真的有尝试去说服我妈 说服是妥协 你要清楚明白 让春花知道 不能有任何不合理的动机 对曼罗是不准 没得妥协 是 没得妥协 我这么说 不是要你去武力你的母亲 而是希望你能拿出一个丈夫应该有的态度 好好保护你的妻子 谢谢爸的教导 我会好好学习 也请你相信我 我绝对不会再让曼罗受到委屈了 你看年轻 还不知道怎么做一个正直的好丈夫 我把我的经验传授给你 谢谢爸 我会吸取爸的经验 尽早加入好丈夫的行列 我拭目以待 时间不早了 你先回房间吧 今天晚上就睡在这里 爹地 明天再带曼罗回去了 那我先进房间了 爸 晚安 晚安 爹地 嗯 骂完了 爹地 你骂过他 嗯 爹地 嗯 据我了解 你传授的经验 好像都没有做到 你都偷听到 就是做不到 只能寄希望于止汗 嗯 希望吧 希望 嗯 你以后不要加个恶楞子 别老爸有麻烦 那我当爸爸好了 不要结婚了 别结婚了 嗯 来啦 你们这些青草地 啦 你们这些青草地 更加火气 对啦 哦 你也知道我火气大了 是 这个胆子好好 黑白布布 再给他倒 别让我外表看起来 就这样温孙温和 想到他内心 跟他老婆像我一样 来赢得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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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